這樣 OK 要記得喔 因為這一個動作 這一個動作要快 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它貼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降溫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它的臉已經敷開了 敷開了 它降溫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動作要稍微快一點 如果說有前後差距 你刷得比較快 刷好之後就是把它固定了 刷一刷就沒關係 刷一刷就沒關係 不要說 已經黏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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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喬 不用差一點點 沒有關係 好來 那這兩個東西都算通界看一下 把它分成左右兩邊把它擺好 然後呢 它有壓線 有壓線的地方 請讓它朝上 有壓線的地方 我們讓它朝上 這一個部位 我們先把它 我們先把它做起來好了 壓線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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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壓線朝上 那個門 老師請站起來 我這邊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動作可能要 不是很難 可是我覺得 我們現場可以看 我們就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把這個平的 把它折成稍微彎曲 記得喔 把平的折成稍微彎曲 把它折成稍微彎曲 只要有聽到有裂開的聲音 這樣就可以折成稍微彎曲 慢慢來 不要急 兩片都一樣 反正就是壓著 然後從後面把它折上來 裂開的聲音就好了 你說如果說它真的斷裂掉 有沒有關係 也沒問題 用這個比較高壓就好了 知道齁 然後呢 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這兩片我們要把它 翻過來 還沒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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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這樣 那 我們這種 這種機翼的異形 我們把它叫做內凹機翼 內凹機翼 那內凹機翼的話呢 在我們的力學 氣體動力學力學上面 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 內凹機翼讓我們的飛機 在慢速飛行的過程當中 就能夠提供比較大的福利 內凹機翼 你說白的 像這種的 它所能夠提供的福生率 就不一樣 好嗎 這樣先做一下 好 先簡單幫它折一下 先簡單幫它折一下